三星红楼果进入了采收期 是三星的第六宝 公所特别举办红楼果上市发表会 并且邀请了同案节的外国团队来尝鲜 好滋味让俄罗斯的正妹都直说赞 三星红楼果赞 为了帮红楼果打开知名度 成为三星第六宝 公所近年来鼓励果农多多种植 而三星红楼果每年采收期 从7月起到11月底 乡长黄锡雍今天宣布正式上市 并也邀请同案节俄罗斯表演团队来尝鲜 而鲜甜的好滋味 让俄罗斯正妹都直说好吃 一回一回 一回一年 它很美味 我感觉很美味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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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冰淇淋 特别今天邀请 这个俄罗斯在同案节的团队 请他们来试试 来试试 其实我们这个三星红楼果 它的营养分非常高 比如它含有维他命C 有胡萝卜素 还有有叶酸 而且最主要它含有果胶 特别是三星米三星小众来 冲串串串串 我们三星红楼果 将会迈向我们三星农山品的第六宝 由于栽种面积跟技术不断提升 三星红楼果种植面积 在民国98年大约是3.5公顷 到今年已经扩增为12公顷左右 产量是480公顿 产值是2400万元 为果农创造更多收益 红楼果因为它比较好增 而且成分比较低 它是三戏挡 三楼也挡 最主要它的农油很低量 定乎有的都连转农油 因为它用抗净 而且还耐汗 现时我们三小班 我们的班是有差不多五公顷多了 要不参加的有六公顷 如果一年我们是差不多 如果综艺就差不多五千四百瓦 这样啦 现在今年气候不顺 三星红楼比较少了 但是吃的口感就差不多了 三一箱因为地形跟气候特殊 盛产白蒜、银柳、三星葱、上将梨 以及三星米 堪称三星五宝 再加上火龙果热量低又养生 深获消费者的喜爱 所以公所大力推广 希望可以成为三星第六宝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道